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MP-15 轰隆隆和机器狗 MP-15的包装尺寸算得上系列中最小 对比来看比标准小盒的尺寸还要小上两圈 配件方面该有的配件也确实都有 主体方面机器狗的身形动态十足 虽然尺寸细小但关节和可动却毫不含糊 轰隆隆虽然身形鲜薄却也做出了魁梧感难能可贵 轰隆隆的主力武器是这样的一对小枪 平时小枪可以插在背后的圆孔中收纳 感觉背上了小枪的轰隆隆才显得更加完整 小枪内侧可以这样翻折一下将握把变成细的一端 这样两把枪就可以握持在手中了 还辅送了一对招牌的冲击锤和武器支架 将手臂外翻调整成这个姿态 然后将手腕向内收纳最后V成这个形态 冲击锤这两个圆点处有扩口的朝前 然后将手臂塞入这个孔洞咔的一声咔好 有了冲击锤之后的轰隆隆气势猛增 冲击锤的下端是可以拉长的 于是就可以摆出最经典的一幕制造地震 武器支架可以将这个方形的凸起插入背后的孔洞收纳 只不过背后多了两拖东西稍显臃肿就是了 其实小枪也可以收纳在冲击锤内部 扣住这里将冲击锤的上盖掀开 将小枪对准这个滑道塞进去 然后再将盖子盖回 两只冲击锤可以对好形状安装在武器支架之内 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巨大的包裹也可以通过三处插接插接在背后固定 背着这样沉重的一个背包会导致轰隆隆重心不稳 建议将锤头拉出作为一个支撑 比较厉害的是 这个东西居然可以通过插销挂载在声波的手臂上 变成一个武器 声波的一条手臂就可以承载两个打装机 也是相当厉害了 另外你还可以将声波的探测器插在上方的孔洞中 再将探测器前端插接在这个位置 这样打装机就变成了一个类似外接电池的存在 另外扣开声波脚掌侧面的盖板 小枪也是可以塞入这里收纳的 磁带形态的收纳盒当然也是每人一个的 MP15机器口的变形过程分享 两个前肢向左右分开打平 将肩部下压 头部上抬 躯干变成一条直线 将小尾巴向内翻折收纳 后腿连根部向左右两侧打平 将后脚尖反转180度 再通过双动关节将脚尖塞入这个孔洞之中对齐 前腿旋转将银色的面对齐到一起 屁股部分向左右分开旋转90度 前后腿的插栓插好对齐 前腿向后旋转 将凸起插入孔洞之中 再将爪尖内收 头部向左右分开打平对齐 将小鼻子挑起 反转180度收纳到内侧 机器口的磁带形态变形完成 由于机器口变形相对简单 那我们把磁带形态变瘦形态也撸了吧 扣出内侧隐藏的鼻子翻折180度 头部部件翻折竖起在中间并拢 上台松开前爪和后爪的插接 将两只前爪前翻避让开空间 后方的小尾巴扣出外翻 松开大腿和前腿的插栓 后翻竖直 将后小腿沿手动关节翻折到外侧 后脚也前翻 躯段部分胸部上折到顶 头部下低到底 前小腿沿根部后旋90度 前腿用根部旋转调整到正常位置 大腿根部下折到底 再简单调整一下各个关节 机器口变形完成 MP15 轰隆隆的变形过程分享 将身上的配件都拆卸掉 留下主体 将头部旋转180度向后 再将头部向下翻折180度收纳 将手部向内翻折180度收纳 两条手臂打直 然后向上搓 在中间对齐 将腰部部件缩回 两只脚掌上翻对齐形状 双腿向内旋转90度 向后松开膝部卡扣 然后将大腿Z字折叠收纳入小腿中 将大腿根部向上搓 直到脚后跟插入手臂的卡槽 磁带形态变形完成 由于轰隆隆的变形难度不高 把磁带变人形的流程也一起录了吧 上翻两侧顶部 松开和脚掌的插栓 两侧部件沿根部下翻到底 Z字折叠将内部的大腿拉出到前方 腿部旋转90度将脚掌朝前 将脚掌下翻到底 将腰部拉长到最大 抠出内侧隐藏的手部 翻折到最大 双臂沿手中关节下放到两侧 抠出头部上翻到顶 再将头部旋转180度向前 再简单调整一下 轰隆隆变形完成 MP16中的迷乱和轰隆隆是同母具 变形方法参照轰隆隆即可 总有朋友说 我记得红色的是迷乱 而不是轰隆隆啊 这个历史翻译问题 我们这里不做详谈 包装上印刷的名字是Rumble 就是轰隆隆的意思 我这里是以玩具为准 这样说来 机器狗其实也不是条狗啊 大家都知道 Jagra是每周报的意思 这是另外一个历史翻译问题了 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哦 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 MP16 迷乱和巨齿鸟 包装方面和MP15一样 是MP系列包装的最小尺寸 全部内容物一览 配件不算多也不算少 巨齿鸟的模具和激光鸟完全一样 只是配色变成了黄色 而迷乱也只是配色 与轰隆隆有区别 这倒不是官方做玩具偷懒 而是这两个角色 在动画中的造型本来就相同 由于只有配色不同 结构 变形方式以及配件 都完全一致 那么这里就不再重复介绍了 请参考我之前的视频 由于现在有了两组冲击锤 你也可以考虑将它们 分别挂载在声波伪装形态的后面 作为一个补充 从后方看上去 就好像单放机挂载了两个外接电池包 五盘磁带摆在一起还是很壮观的 磁带盒当然也是逐一对应的 磁带部队全部集结 来给声波拍一张全家福吧